小公司生存之道 没别的 就是所谓的创新 但创新这个词啊 已经提的太多 太泛了 怎么创新 因为太空了 把什么都归为创新 我觉得呢 其实创新有些方法 我可以把这个方法论 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一个呢就是用户扮演 为什么我会夜里 跑到机场去 我觉得你问用户 在机场的感受 和你自己去亲身体验的感受 那是天壤之别 你只有亲身去体验过 你才知道 那么第二个呢 我一定要预见 能不能有一个 我们对世界未来的主张 我觉得比趋势更重要的是 你自己对世界的主张 就我们不太敢提出 自己的主张 我们通常说的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的事是怎么来的呢 什么样的人群多 去推动了什么样的大事 才会出现 我们真正的大创新 在于未来对世界新的主张 但是你这个新的主张的背后呢 要有很坚定的价值观 知道自己做一个公司的目的是什么 除了金钱以外 自己还在追求什么 我觉得有了这些东西 去支撑你的时候呢 你在做选择 做判断 做决策的时候呢 不太容易摇摆 不太容易偏差 做决定的东西 然后再次连到 做决策的主张 做决策的主张